男人张开血很大口 朝着小女孩的头就咬了下去 随后 女孩的整个身体被她生疼 而这一幕 正好被对面的妇女男人看到 此时 大嘴怪也发现了他们 并快速地朝着两人冲而过去 近视不妙 两人赶紧逃离 而大嘴怪也加快了脚步 轻轻一发之际 他们发动了车子逃了出去 但大嘴怪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朝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很快 他就追到了他们的家里 正经他张开了大嘴 静止冲向了女孩 女孩见状拿起木棍 给他做了一次核酸 但师父并没有作用 他就赶紧逃了出去 随后 他找到了父亲 两人去车准备前往报警 可没想到 在途中 他们发现了那个被吃掉的女孩 两人立马下车查看 不料大嘴怪又坠了过来 他们只能将女孩带走 又返回了家里 然而 诡计的是 女孩竟然弄命了父亲 在被发现后 立刻逃离了现场 等父亲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脚 变成了洗红脚 这也记录了父亲 他立刻冲入房间 准备和大嘴怪一决高下 此时 大嘴怪已经来到了门口 看到气势汹汹的两人 他立刻跪到在地 并张开了大嘴 事宜他们进去里面 女人健壮 毫不犹豫地装了进去 在里面 他们终于知道了真相 原来 男人是个外星人 之所以要吞人 是因为那个女孩 是一个病毒的副制品 他吞下后 就能消灭病毒 说完 男人就被传送了出去 临走时 大嘴顶着他们 要找到女孩的本体 放了他嘴巴 否则 人里将女孩被攻击 说完 他走了出去 不料 里面是一台汽车 将他直接撞到身亡 只能赶紧抬起他的尸体 放入货币箱 准备前往音乐 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女孩的副制品 为了控制病毒 他们抓了一只 准备打回去研究 可没想到 其他副制品也跟了过来 并开始袭击他们 打斗中 女人和女孩掉进了大嘴里 在里面 女孩的本体终于泄身了 女人在这病毒 传送到了自己身上 依靠坚强的医力 他的副制品 全部钻住了大嘴里 病毒也在里面 全部被消灭 最后 只剩下他们自己 当大嘴已经死了 他们没有办法出去 就在这时 一根红绳出现 他们顺着绳子 一本也拉了出来 至此 所有的副制品 恢复了原来的心态 至于大嘴 已经没人注意它的存在了